嗨,各位收看,我是教室 不好意思,最近喉嚨比較不舒服 所以聲音可能會怪怪的 但是今天非常臨時拍的這集 是因為我發現一個非常嚴重的東西 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交通就是地域 但是這個地域至少還是有數據可以查的 像是之前如果你想要搜尋一些 關於全台灣交通事故的傷亡總數 或是各地區的肇事熱點之類的話 是可以上道安資訊查詢館去查詢他們的相關資訊 如果你們印象的話應該就記得 我之前有拍過那個向上路下坡的相關事故 只是被黃標了,所以你們可能現在看不見 有興趣可以去我頻道搜尋一下 那在那個裡面我就很詳細的 把台中向上路的那個所謂死亡大下坡 全部的數據給抓下來 然後呢,一一跟大家分析每年的事故總數 還有在新增的區域測出之後 那邊的事故總數 可是在影片做完之後 其實我還是有一直在去關心 這個道安資訊查詢館它的相關數據 因為在我做那個資料的時候呢 民國111年的資料只有1月到10月 所以我就一直在等說什麼時候 會把11月跟12月份給更新上去 然後最近我終於等到了他們民國111年 1月份到12月份的資料全部上去 想說去看一下這個招式熱點 就是向上路跟自一路口這個招式熱點 它的數據是多少 結果沒有人知道我發現一個非常驚人的事情 那就是向上路六段跟自一路路口 還有平溪路路口這個向上路死亡大下坡 就是向上路透過造式熱點的這個地方 居然消失了 而且它的資訊 它的數據還不只是消失 是整個年度全部都消失 是全部的年度都消失了 所以等於是我完全查不到之前的數據 然後更有趣的就是你會發現 它的這個數據呢 今年的數據它的造式熱點的排行完全不一樣 你們要知道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耶 因為當資訊查詢完應該已經算是一個最公正公開的一個資訊透明的地方 結果沒有想到他們居然可以去對這邊的資訊下毒手 這個真的是我死掉未及 我本來以為說他們最多就只是在心目上面將來幹話 然後就是用一些美化的數據去掩飾他們實際無能帶出來的成效 那網路上這個資訊可能因為沒有人會查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不去以它 結果沒有想到他們居然是直接蓋牌 把全部的檔案事故的數據全部砍掉 用這種方式來去美化你的交通事故的傷亡人數 這個代表了什麼 這代表是台灣的交通跟我沒救了好嗎 你要知道每一條事故建樹 每一個傷亡數字都是用人命去堆出來的 那你們今天政府居然是把人命就當成只是一個數據 你要知道這是完完全全的命中 我之前在一些怪圈測速影片裡面所說到的 就是台灣政府只把人命當成數據 人民的生命對他們來講 就只是一個用來增加績效的數字 不代表什麼? 每一個人死掉了沒關係 反正死了不是他們 重點是他們有他們的數據就好了 沒有想到你們居然可以為美化的數據 美化到去修改這種資訊 然後去讓有心想要查的人得到錯誤的資訊 你們真的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台灣的政府 台灣的交通還有救嗎? 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為等於是完完全全沒有公信力可言 你要想像一下 假設今天大樂透 他的所有樂透獎得主 頭獎得主 都是被安排好的 然後都是被計算好的 都是規劃好的 你們覺得這個大樂透還有公信力嗎? 好啦 雖然我知道可能公信力有點低啦 不過這是一個舉例嘛 好嗎? OK 本來應該就是讓人家去查詢 讓人家可以相信的一個公共數據平台 你們居然可以去修改他的數據 你知道我在查當下 但我是震驚到說不出話來 因為你自己看 要不是我運氣好 上個月還剛好有把那個數據給截圖下來 要不然真的死不對陣 是11月份過過12月份 是整個完全數據是不一樣的 不過是還好 就是我在之前做那個相當作的影片的時候 我有把所有的事故資訊 所有的事故總數統計 從民國100年到民國110年 通話都給抓下來 只是現在還沒有看到民國110年的數據 所以還沒辦法去做一個詳細數據分析 結果沒想到 在我還沒等到民國111年的 全國A1A2事故總數的資料之前 我居然就先看到了 道安資訊查詢完的數據被修改的證據 你們要知道這些東西 如果不是像我這種這麼無聊的人 會定時去關注 定時去截圖備份的話 真的是查不出來 是完全死無對證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覺得我們這些老百姓 該怎麼辦? 這個真的不是什麼 嘴嘴炮就可以帶過的事情 是完完全全的政府 把我們台灣人的生命安全 把我們台灣人交通事故總數 當成是部隊的高裝檢的裝備來看 我們是人 是活生生的人 我們不是部隊的汗馬車跟中戰 你在高裝檢做假沒關係 給長官爽OK 裝備突然率很高 沒問題 但是今天你所有交通事故的數據 都是用人命在堆 人命在換的 你們這樣子做對得起台灣人嗎? 還是因為你們覺得被外媒說 台灣是交通地獄 所以要把數據美化下來給大家看 好像比較好一點 拜託不要再欺騙自己了好嗎? 台灣人該醒了一下好不好 有多少人的父母 多少人的情人 子女 親戚朋友 是因為台灣的交通而死掉的 你們那些過去的親戚 過去認識人的死亡 對台灣交通部來講 都只是一個換薪水的績效數字而已耶 你們甘心這樣子嗎? 不當然我相信 一定會有人說 就是啊 這是職人哪個錯 這是哪個鍋 我簡單跟你講好了 不要這麼天真的好嗎? 不要再去什麼 我跟妳講 交通這個東西 你們光是看到今年年初 台中市副市長公然對新聞撒謊 他說台中向上路下坡 用了區別測速 然後讓事故總數降低 結果呢 我們看到了什麼 就跟我之前那個向上路影片講的一樣 就是拿台中市警察局 來騙台中人民的一個數據 來去對新聞媒體講 他們是拿整段向上路六段的事故總數 來去說 喔 向上路的事故下降了 對沒有錯 整段向上路的事故下降了 但是你們最重點的那個 向上路六段跟自一路 還有平溪路路口 它的事故數是直線上漲的 結果呢 沒有 他們選擇不報 他們拿每畫過的大數據 來演示這個 原本就該去解決的東西 結果不但沒有解決 反而會惡化的一個事實 所以說真的是職人哪個鍋嗎? 對不起 藍綠一樣爛 好嗎? 台灣人真的要醒一下了 你們要知道台灣的交通 比什麼武漢肺炎還要恐怖一百萬倍 你武漢肺炎你還要先確診 你才會開始去計算你的死亡率 在台灣你只要離開家門 踏到馬路的那一瞬間 你就已經是得到了那個超高的死亡率 你知道嗎? 你連確診都不用 你只要踩踏馬路 就等同於確診 OK? 該清醒的台灣人好嗎? 但是我知道我流量有限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幫我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因為真的太誇張了 好嗎? 我是教室 感謝各位 台灣的交通不是不會好 而是不能好 為什麼不能好? 你們懂的 你們懂的? 他們每一遍 我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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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下 你呢 你呢